太不容易了 就不上菜了是吧今天 吃完饭了 吃完了已经 就点辣酱 就酱吧 就酱 就酱吧 就酱吧 今天晚上能收50个谐音杆 那罚款50块钱 早点休息吧 明天早上还一大早起来呢 李敏姐 早点睡 拜拜 好 来 别拦她 洗手间在哪 我还不能去洗手间吗 我以前还拦一拦她 后来发现不需要 优秀的主持人自己可以救她 她会自己救场 真香这趟 葡萄鸡 为什么少一个碗 这是什么意思 刚才你说要走 他们看见了 这气我忍不下去 这 咋回事啊 是我不配拿这双筷子吗 豆干你老是爱吃吗 小赛喜欢吃 母亲都饿死都得让人儿子吃 不至于 咱们今天这个社会不至于 不至于 没有碗你以为我就吃不了饭吗 好心当旅边废 这是我对你表示感谢的方式 意思就是别客气啊 看出来我们兄弟俩感情好了吧 太好了 随时要崩 来再干一下 美好的插秧 美好的歌 美好的吉他 美好的画 美好的原大哥 小妮我发现节目组今天有个非常特别的设计 怎么讲呢 他们上菜的 帮我们服务的全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可能稍后他们会问我们 一共有哪几个服务人员给我们上过菜 所以从现在起我希望大家 记住每个人 第一个给我们上菜的是萨贝尼 他的化妆师 你还在这兼职呢 刚才把碗拿过来的是咱们节目的统筹是吧 对 接下来还有谁 蒙古族的小伙子是小巴 小巴 记住啊这是巴拉筋 待会他们是要出考题我觉得 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 这是袁大哥 我发现每个地方的人 的性格大致是比较类似的 比如萨哥的性格 有没有典型武汉人的感觉 我怕武汉人不高兴啊 哈哈哈哈哈哈 怕武汉人民翻脸了 林老师山东人的特征太明显了 对 渚发 毛布玉是哪人 backed up 东北人 东北人 但他定格特别不像 你觉得你像东北人吗 有些地方是哪里最像 喜欢朋友喜欢热闹 爱聊天 很仗义 爱聊天 你跟我说你爱聊天 双脑电波在跟我们聊天吗 今天赶紧 他才是爱聊天 毛毕整集估计就这一句 我爱聊天 我的整集都安静了 他是要熟 他是要碰到 他是慢热型的 咱们下午都已经在那个田地里 都并肩战斗了一下午 插着秧 还不够熟 这就算已经比上午熟了 就上午连爱聊天都不告诉你 我特别理解他的这种性格 我内心喜欢热闹 但我表达不出来 那种敏感是藏在内心身中 我其实很抗拒 就是别人在我旁边 哒哒哒哒哒哒说话 你能不用哒哒哒哒哒哒 这几个字吗 我又不是个机关枪 我又叫我 你新歌叫逼逼逼逼 你新歌叫逼逼是吧 逼逼逼逼逼逼逼那种说话 干嘛写歌对付我 哈哈哈为什么针对我 妈我为你麻烦你把辣酱拿给我吗 吃了多少 干啥是辣呀 嗯半点米饭 你也不要吃点 我想要 这东谷的辣酱啊 我为你会给你找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